好 這樣的栽選 農損真的相當驚人 現在根據初步估計 全臺農損是超過了三億六千萬元 連內也讓菜價是硬生雷上漲 其中地瓜葉的零售價 更是從美台金四十五元 漲到六十塊錢 隨便買兩樣菜就破敗 開米颱風過後 北臺灣風雨逐漸趨緩 民眾一早沖市場補貨 只不過這菜價真的比颱風錢貴了不少 中南部其實整個都淹成了一片 而且連葉菜類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 上次可以看到我旁邊的這個地瓜葉 已經從原本颱風前的一斤四十五塊 漲到目前一斤六十塊 直擊冰江市場二十六號開市 蔬菜類幾乎全面上漲 長豬雞胸的地瓜葉 零售價從一斤四十五元 漲到一斤六十塊錢 漲幅超過三成 小白菜 青江菜 大陸妹 以及高麗菜 也從一斤四十元漲到五十塊錢 而原本就不便宜的青蔥 則是直接漲破百 美金來到一百二十元添價 畢竟凱米帶來的漲量真的驚人 尤其中南部淹成一片 農民損失慘重 根據農業部農糧署統計 截至二十五號傍晚五點為止 農村已經飆升到三億六千多萬元 逼近四億 其中屏東損失超過兩億四千萬 佔比百分之六十七居肝 花蓮 雲林 高雄農村也都有八位數 而影響前五大作物 依序為香蕉 檸檬 番石榴 木瓜 以及茄子 蔬果價格應聲上揚 估計兩週內批發價將大漲七成以上 兩樣只有一百多塊的 以前兩樣差不多五十塊左右 今天都貴一倍以上 大概貴了百分之十還是二十有 目前還有熱帶擾動發展中 就怕未來影響台灣天氣 還會再牽動菜價波動 但家裡冰箱空了 消費者依舊得咬牙買下去 這如燕如和仁凱台北小老 消費者依舊 消費者依舊